北太平阳谋海域 中俄海警舰定编队围绕联合损管救生科目展开演练 按照演练部署 在中俄编队联合航行的过程当中 俄方舰艇突然爆出后甲板爆炸起火的模拟险情 中俄海警眉山舰立刻机动转向 开启执法水炮 对其进行灭火作业 中方船员呈小艇携带灭火和救援装具 第一时间抵达模拟爆炸起火的俄方舰艇 展开灭火作业并营救落水人员 检验联合执法巡航中联合应对突发险情的能力 此次联合巡航期间 中俄海警舰艇编队 依据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和北太平阳公海 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公约 依法对作业船只进行灯灵检查 同时编队还进行了联合搜救 联合搜索违法船只等演练 进一步提升协同能力 共同维护北太平阳公海渔业生产秩序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